大家好,我是Soso 我最开始买的一个相机就是佳能的200D 这个就是我的Vlog 还有拍摄其他视频的主力相机 这个相机确实挺好用的 这个相机它有Left View 有双核对焦,非常的靠谱 还有侧翻转屏 看构图非常的方便 但是使用中就逐渐发现它没法满足我的需求了 有几点呢 一个是它虽然有翻转屏 但是翻转屏上不显示音量 有几次我的麦克风都没电了 我也不知道就一边录着 然后最后发现什么事都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办法拍摄4K 你像现在我用的这个6300就可以拍摄4K 我进行后期检查什么的 都非常的方便 再有一个就是它没法拍Log视频 光线变化特别大的时候 它拍Log视频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它直接就是给你提供了更高的动态范围 所以我就把这台相机换成了6300 在这个摄影研究所的副所长的影响下 我就成了一个6300的爱好者 甚至我把副机位也换成了一个6300 也等于是我这些6300双持了 但是6300也有存在它的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它没有翻转屏 你看是吧 它只能上翻 还有下翻 这就直接导致我拍摄Vlog的兴趣就降低了很多 因为我看不见脸了嘛 然后拍的就不方便 这可可怎么办呢 还好呢 这个幽兰子呀 就推出了一款能拯救6300于水火之中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配件 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幽兰子这个品牌 幽兰这个品牌它说自己是不大的品牌 是一个小品牌 然后专门做这些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可以解决摄影师摄像师痛点的东西 确实也是这样 今天我要来介绍有三个东西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解决6300 没有翻转屏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呢 其实思路非常非常的简单 它既然能上翻 那我加一个斜面的镜子 哎不就得了吗 所以这个幽兰子呢就做了一个这种上面带三个冷靴的这样的一个镜子 它这个做工呢质量还是挺好的 然后左右的这两个冷靴的镜子呢 还可以是一个有挡头的让你不至于掉下来 然后上面可以挂像我一样挂麦克风啊 然后还可以挂补光灯啊这种 虽然这个6300在室外的时候拍视频 它的这个显示亮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太容易能看见自己 尤其是拍4K的时候 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它切成照相模式 然后这样的话亮度就高了 随后直接点一下录像键 然后就OK了 有人要说了那你这个东西都反过来了怎么办 反过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你所关注的就是你ISO设置的对不对 你的快门速度设置的对不对 你的音量有没有声音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你这个构图 你的脸有没有在这个画面的中间 或者你想要的位置 比如说偏这边或者偏这边 如果你要是没有翻转屏的话 那简直只能盲猜了对吧 这个小镜子呢 它既可以用在6系列的这个机身上 也可以用在A7上 甚至上次我使了一下富士那个XT3 也是完美可以适配 那看来这个设计的时候 还是考虑了很多的因素的 我认为是这是第一个非常能解决痛点的东西 第二个很能解决痛点的问题呢 就在这个镜头的前面 就是这一个上次我说天力补光镜的时候 它这一个可以翻转的滤镜支架 可翻转的滤镜支架配合这个可辨式的这个ND镜呢 就可以很方便的无论是户外还是户内 都可以非常好的去调节它的这个曝光强度 进入了室内以后 如果这个ND8这一档 也就是减弱三档的话 都没法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你大可以就给它翻开 虽然你在户外翻开 肯定是过曝吧 但是这样就省得你拧了 而且这个既然它把这个滤镜 改成了这样了以后 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可变ND本身是两块偏振镜 然后以一定的角度进行重叠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整它的通光的这个比例 那有人说了 那你这个CPL镜不也是偏振镜吗 我弄两个CPL是不是有就可以了 那基本原理是这样 但是也不是完全这样 但是又有人说了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可变的这个ND镜 也当成偏振镜矢呢 我告诉你用了这个U篮子的这个滤镜支架以后呢 还真可以 过去可变的这个ND镜呢 你只能固定一个角度来保证你的曝光的情况 现在呢 因为它分成两个地方了 两个地方都可以上环来看 都是可以转的 所以的话你可以保证你通光量不变的前提下 让它变成了一个偏振镜 第三个东西呢 是在手机上用的 这次先不展示了 然后让我们回到室内的环境 给你看一下我拍猫的时候 是怎样拍出大片效果的 我们都知道 手机它的视角是固定的对吧 你想拍出一个电影感的东西怎么办呢 U篮子也提供了解决方案 让我们走起来瞧一瞧 a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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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刚才的拍摄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这幽兰子的这个电影变形镜头吧 打开就是一个收纳包 然后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环 这是什么环呢 这个环待会告诉你干什么用的 这里边有一个金属的夹子 不过在我的使用过程中发现 这个金属的夹子仅适合于像iPhone 6s 7 8 这种非全面屏的手机 如果是全面屏的手机 你加上去以后 它会影响你的触控操作 比如说我一般把这个相机 都放在整个屏幕右上角 它直接宽到挡上了 而且它这个也会影响地容屏 触控的时候感觉 只是和这种像iPhone这种 比较小款的这种型号 包括最新的SE也是可以支持 对吧 那你要说了我是全面屏手机怎么办呢 这还有一个塑料的夹子 这不导电 所以加上去就没问题了 我之前拍的那些视频 都是用这个塑料夹子做的 那看镜头的本体 镜头的本体呢 有前后有两个镜头盖 这跟一真的镜头是一样的 能看到这个镜头呢 其实是一个柱面镜 不知道这个套在单反镜头上 能不能有感觉 看到了吧 这是个柱面镜 也就是把其他地方的光 就更远的收进来了 等于是如果这是个变形镜头的 单反镜头的 或者说微单镜头的话 我的视角不只是这些 而是更宽 所以就是并不是你框框上下一剪裁 就能形成的效果 等于是你上下还是一样高的 就还是这么高 不会说是夸你脑袋被砍掉了 或者是从胸口以下就没了 而是两边扩展了 然后呢在后期再拉伸回来 在我的使用中的这个Filmic Pro 这个软件当然是安卓上面和iOS上面 都是非常给力的一个软件 但是在安卓上我发现 好像拍4K的时候 是这种anamorphic lens 这种的变形镜头的话 它会直接省退 我试了多个机器也都省退了 所以我直接用自带的相机 拍出来的这种压扁的 就是这种效果的镜头 然后呢我在后期就给拉长了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人眼呢其实对这个纵向 对横向上的分辨率 好像是不太敏感 你像过去我的这个DV 是1440x1080的 等于是它拍的也是一个这么大的 但是它是给拉长宽屏的 来看这个环 这个环呢 你会发现这能装上去 开始我还没想明白 这装上去以后 这不就框框的会掉吗 后来发现呀 诀窍在这个顶上 顶上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口 里边可以用它附带的这个一个特别细的六脚扳手给它拧住 然后下边这块的就会凸出来一点 就把这个卡住了 而且呢 这外边还是一个可以装滤镜的架子 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带螺纹的 看到了吧 所以说有了无限的扩展性 不过这个我觉得最好还是配合幽兰子的那个手机吐龙屎 因为我发现用夹子加上去以后 很容易就发生 它左右稍微偏一点以后 你左右的这个画幅的头这块 就可能被它这个镜头的这外边这个东西给挡住了 来这么看 能看到一圈方的吧 就容易被这一圈给挡住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当时拍的时候 那个视频也会有那么有一点点挡住 好的 那就是这次的分享了 这次三个非常有意思的幽兰子的设备 它居然都出自于一个厂商也挺奇怪的 前两个都是我自费买的 这个镜头的话是他们送给我 然后借我去用一下看看 这个视频马上就要完结 正在我拍这个总结性的这一段的时候 幽兰子 它的pro版 来看普通版 这普通版的盒子 又出了个pro版 专业版 你说这专业版专业到哪去了呢 敬请期待下次的视频 和也做一期专业版的分享 好的 我是搜搜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敬请给我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给我发弹幕 也可以留言 也可以给我发私信 我都会看的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了 回到再见 拜拜